今晚深喉嚨 永多深化多深 好 趕快來想一想看說 什麼樣的星座 今天可能是運氣 這個財運最旺的 其實趕快來請敏笑一下 我們的新星教授安格斯了 我好像這個人 從來沒什麼偏財運 所以我都懶得買這個彩券 但是今天想到23億5000萬 我還是忍不住 想要來試試看 這裡到底有沒有什麼運 那我們講到運勢的話 哪幾個星座 前三名今天的這個 彩迷的運勢最旺的 是 23.5億拿到 明天就不用上班了 明天就在你見不到你了 也不行... 因為我要提供給大家 最好的運勢 所以看中天最準 我們先講第三名射手座 射手座 要講你自己 講我自己 終於難得射手上榜了 那土星亭逆 什麼意思 土星停止逆轉了 所以財運也就是回歸正軌 回歸正軌 那會帶給我們什麼呢 其實因為射手座 七八月的財運一直都不是很順 在入秋之後 終於緩解而且漸漸上升 而且你知道 我們每天都有不同的幸運色 我一直覺得 如果各位朋友 像今天晚上要去薄一薄 這個23.5億 或是要做一些這種投資的事情 你在身上如果搭配 很好的穿著 幸運色的穿著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像我今天射手座是紅棕色 所以我的眼鏡是棕色 所以你看我靴子是棕色 或是連靴子都有講究 都有講究 因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在西方人非常重視這一點 我們再講到如果射手座之後 第二名是獅子座 獅子座 獅子座 金星順行 金星一向代表財 順行之外 除了感情運有點運氣還不錯之外 那最主要金星 金星運用帶錢 金字 金字 金星順行在主要的工作之外 主要它其他的管道賺錢機會多 比如說有一些 就是偏財的意思嗎 偏財 應該是說第二次也付業運 付業運 像有一些獅子像是辛苦的上班族 他有時候回家會經營一下網拍 或經營一下其他賺錢的小小投資 那獅子反而賺錢的東西 會是從這邊而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講到 財運最旺的第一名的星座 我們再看一下 第一名出來了 第一名 金牛座 金牛座本來就很會理財嗎 真的 每次千年聽到就覺得 金牛座不是本來就很會賺錢嗎 那金牛因為水逆前夕 水星逆行是9月18號快要來了 水星逆行前夕投資的運勢 持續加至少好個一週 會非常的旺 所以對金牛來講 好好操作他的錢 偏財運氣直線上升 投資理財會得到收穫 所以記得要下單 趕快抓禮拜一 禮拜二的時間 金牛座會賺到錢 毛起來 金牛座今天這個 23億5000萬元 看會不會落在金牛座的手裡 對 非常可能 謝謝星星教授 待會兒還有別的要講 千萬別走開 明年是寡婦年 趕快請教一下 星星教授安格斯 你不是說今年是孤蘭年嗎 明年是寡婦年 寡婦年是不是比孤蘭年還要慘 其實我覺得你看 西方人還是好得多 因為西方人比較開放 你看孤蘭年其實指的是 2015年東西方皆然 所以最壞的一年其實是今年 今年都有這麼多人結婚 如果告訴你2016年有186天 都不適合結婚 我倒覺得大家可以輕鬆 看待這件事情 農民歷已經很久了 所以大家其實不要太擔心明年 明年只要挑一個 就是不是凶日就好了 不是凶日扣一扣 可是不是凶日的話 你也是365扣掉186 也只想不到 凶日扣掉的話 大概就只有200多天了 那現在講的是說 大家都要挑幾日 所以其實明年沒有那麼需要 擔心 沒有 那麼恐怖就是了 那特別講到 那特別適合在明年 可以進入下一個階段 我們來講第三名好不好 就是說明年的桃花 會比較好的是不是 感情比較好 感情會進入下一個階段 那你如果單身變成談戀愛 談戀愛變成結婚 你看結婚又變成後面有什麼 那你就不知道 OK 好 第三名 第三名 牡羊座 牡羊 你個頭 你不是前幾天才講 牡羊一灘死水嗎 是 一灘死水 那你看我們前幾天講一灘死水 但是在入秋之中 牡羊開始會出現一些生機 可是我們講到的是牡羊座 桃花奔亂 你音樂上寫爛桃花 爛桃花機會偏多 這也是我們在前幾天 講到的時候 為什麼會爛桃花居多 那你要該怎麼樣去挑出 屬於自己的好桃花 而讓你明天可以進入正軌呢 我跟你講 尊重幸運色就對了 幸運色 你知道 倩玲有多需要桃花 你看出現在她身上 你看牡羊座 她最近的幸運色 其實就紅色系 特別在這一週或是今天 其實適合穿全身桃紅色系 桃紅的衣服 桃紅的戒指 昨天趕快改成桃紅色的指甲 有沒有很聽話這樣子 真的 非常沒有聽話 這也有很絕望的表示嗎 真的 你知道各位觀眾 我們真的可以看倩玲舉例來說 你有時候在一些運勢的地方 偷偷的為自己加一些分數 就可以遭到你想要的好運氣 就是說老師講話要聽 好 剛剛是第三名 我們的舞陽座 第二名 第二名我們就進入到了巨蟹座 巨蟹座 開始有一些波雲見日的情況出現 因為巨蟹座其實上半年的 感情有點悶 到了年中開始出現了一點 好像有一點跡象 但是又模糊不明 你知道曖昧讓人受盡委屈 那種感覺 到了這個年底的時候 其實巨蟹開始 感情要得到正果了 要得到正果了 那年底它會修成正果 所以邁入下階段一個好時機 所以巨蟹一定要好好把握 死死你身邊的這些桃花 因為它可能會跟你往下一階段走 巨蟹明年可以往下一個階段的話 就趕快明年去看看 只要不是大兄弟的話 就是可以結婚 不要太緊張 是 那在牡羊巨蟹之後 又比牠們更好的 像是水瓶座 水瓶座 水瓶座 倩玲 你對它有什麼印象 水瓶座就見一個愛一個 不是嗎 我跟你講 這真的沒講錯 或許水瓶座的朋友有點生氣 覺得怎麼這樣 不過跟你說 因為水瓶座實在變得太快了 我們會說他是感情上的外星人 那水瓶座特別在年底的時候 社交運很旺 他很容易見到認識一些朋友 覺得走近了 所以就陷入了衝動 陷入衝動會怎麼辦呢 他容易陷入衝動戀情 而發生一些短暫的那種火花 你知道嗎 短暫的火花 它往往會發展成 可能短短的戀情 沒有思考太久 而產生意外的這種狀況 那你怎麼還叫人家去 不妨再審視回頭草 因此衝動認識的新對象 不一定是最適合的選擇 可是回頭草 你不妨再重新看看他們 水瓶反而可以找到好的愛情 好 謝謝 謝謝欣欣教授 提醒大家明年 真的也不要太緊張了 該把握的好桃花 也是要好好的把握